在这里啊,这张图当中啊,就是有这么一个事了啊,咱们先来说一下故事的,不是先,咱们先来说一下这个事啊,是做了一件什么事 假设说啊,现在我拿到了,到赌场当中拿到了两个硬币 那赌场当中啊,这两个硬币肯定跟咱们正常硬币是不一样的吧 咱们正常,咱们正常的一个硬币可能就是朝上和朝下的几率都是等于0.5的 但是呢,这个赌场当中啊,它这个硬币可能是参加了,或者是做了一些其他手段 它们一个正面朝上的一个几率啊,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我对于这两枚硬币,我们来看,现在啊,就是说我有两枚硬币吧 对于刚才咱们问题,咱们是两个性别,现在呢,咱们是两个硬币 对于两个硬币来说啊,我分别想求它的一个参数的分布 那说白了,就是它朝上的一个几率,或者说它朝上的朝下的一个几率分别是等于多少的 那在这里啊,咱们就来看吧,嗯,现在我的一个任务已经清楚了啊 我现在有两个硬币,然后这两个硬币呢,朝上的一个几率都是不一样的 我要最终啊,通过我的一系列观察 左边我们来看,就一个H和一个T吧,表示什么 表示着我朝上和朝下的一个,就是我朝上和朝下的它的一个 嗯,就是观察的一个样本,它的一个情况吧 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通过咱们的观察样本的一个情况 来去看一下,就是通过我的一个样本来去推断一下啊 我这个两个硬币啊,它分别的一个参数 也就是分别朝上朝下的一个概率应该是多大,是比较合适的 那这里咱们就来看吧 嗯,首先我们来观察一下我的一个样本吧 在我观察样本之前啊,我先要进行一个参数的处置化 也就是说,先要假定一下咱们这两枚硬币啊 它分别朝上的一个概率是有多大的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啊,先做咱们的一个假设 或者说,处置化咱们参数的一个分布的值 那这个啊,我们怎么样进行处置化 你可以按照一个随机的一个处置化 或者说按照一个经验值 或者说按照之前的某些结论 咱们都可以啊,给出来一个 稍微差不多一点啊,别种太离谱 太离谱啊,需要你的叠代次数是比较多的 最好呢,处置化分布啊,是比较有规律的 比较跟实际的情况是比较搭勾的 然后呢,我就假设了 0.6的一个几率啊 A硬币,0.6的几率,它是一个正面 B硬币,它0.5的一个几率,它是一个正面啊 这是我对A和这个B两一个硬币啊 分别先做了一个参数的一个假设 然后呢,我观察一下我的第一个样本吧 我的第一个样本当中啊,它是不是说 我们来看,A是有几个,1,2,3,4,5 A是有5个,T也有5个 也就是说,我抛了这个A硬币和我的一个B硬币的时候啊 A出现,就是我当前我不知道啊 咱们的一个H或者T它一个结果 是来自我A硬币还是来自我B硬币 那现在,我现在就是这个A来自A和来自这个B 相当于是一个影片量吧 Z等于A,还有这样的一个Z等于B 那首先啊,我先你推算出来就是 哎呀,这一个样本来自A的一个概率有多大 来自B的一个概率又有多大吧 这是我第一步啊,想得出来的一个结果啊 这个就是,先知道我的一个影片量啊 它的一个分布是长什么样子 也就是说,Z等于A,它的一个概率 Z等于B,它的一个概率 那这个相当于什么啊 这个相当于我的一个Ease Type 也就是说,我这个EM算法当中啊 是分了两步 一个是一个Ease Type 一个是一个M Type 在这个Ease Type当中啊 我就要估算啊,我就要是找出来 根据我的样本求出来 我这个影片量Z啊 它的分别等于咱们的一个不同的两种类别 A和B的一个概率分别有多大 怎么求呢?咱们来看啊 观察到了,这是我的第一次我的一个样本 然后呢,在我第一次样本当中啊 我是投完了 我观察到,它是一个五正五反的 也就是说五个H,五个T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五正五反的一个概率来说啊 哎,我算一下就是 嗯,我使用咱们的一个A的一个硬币啊 得出来这样的一个结果 它的一个概率 再看一下 如果说我使用这样一个B硬币啊 得出来当前结果的一个概率 分别是等于多少 PA怎么算啊 PA咱们来看一下 就是我一共抛了十次 其中呢,有五次啊 是正面朝上 五次是反面朝上的 那这回我首先算一下 就是正面朝上的一个概率吧 是有多少个啊 是C15吧 在十个样本当中啊 任意五个正面朝上都可以吧 我观察到什么 我观察到的只是一个 就是它最终一个结果吧 所以说咱们先算的是一个C15 在十个样本当中啊 选出来十个啊 选在十个样本当中选出来五个 哪五个呢 哪五个都可以 然后让它是一个正面朝上的 正面朝上是怎么算啊 正面朝上的概率是0.6 那五个正面朝上的概率呢 0.6的五次方 那这是啊 五次正面朝上的 那还有五次什么 还有五次是一个反面朝上的吧 也就是一个0.4的一个五次方 那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算出来的一个PA啊 使用A硬币 我得出来当前这个观测序列的结果 是等于什么呢 它的一个概率是啊 就等于我们的一个C15啊 在十个当中选出来五个 C15乘上一个0.6的五次方 再乘上一个0.4的五次方吧 这个啊 是我可以算出来咱们的一个PA 它的一个概率值吧 然后呢 我还可以算PB的一个概率值 PB怎么算啊 PB还是一样啊 PB就是还是等于我的一个C15啊 还是选择出来 我有五个硬币朝上 我硬币朝下嘛 选择出来我硬币朝上吧 上一个我硬币 自然而然就朝下 然后呢 正面朝上的概率 对于B来说啊 我们处置坏值不一样吧 那B它是0.5的几率 是正面朝上的 所以说呢 在这里是一个C15乘上0.5的五次方 再乘上什么 再乘上0.5的五次方吧 0.5的几率朝上 0.5的几率就是朝下的 这个呢 就是我的一个PB 它是等于什么的 那现在 我这个PA和PB 都能算出来一个值了 那我现在想算的 并不是我这个PA和PB等于什么吧 而是说 我想知道 我选择硬币A的一个概率 以及选择硬币B的一个概率吧 怎么算啊 选择硬币A的一个概率啊 就是我PA 比上PA加PB 不就可以了吗 那PB啊 说白了啊 A加B加1起来等于1嘛 所以说我1减去PA 那不就等于一个PB了吗 PA啊 就是我这个PA的一个概率啊 除上我PA和PB加起来啊 它的一个值是等于0.45的 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啊 在我们的E次Type上 我就算出来了 在这里啊 根据我的一个初始的一个值 在根据我的一个样本 观察到的一个结果 算出来了啊 我当前的一个选择A概率 它是0.45 选择B概率 它是一个0.55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E次Type 它做了一件什么事 根据我的一个初始的一个参数的假设 然后呢 在我的一个 在我的一个样本的分布当中啊 去估算一下 去就是去实际的计算一下 我的一个 就是我的一个Z等于A和我的Z等于B 它的一个概率分别是等于多大的 那这里 然后咱们接着看啊 现在我算出来了 等于A 选A的概率0.45 选B的概率0.55 那我要去算什么 我要去算它的一个期望值吧 咱们来看一下 右边我是对于硬币A和硬币B啊 分别进行了一个统计 咱们来看 有H还有T吧 B也是有H有T啊 两种可能 那对于这个A硬币来说啊 它出现于 它就是出现咱们的一个 出现一个H的一个期望 是有多大呢 H H的期望有多大 咱们来看 H出现了几次 H出现了五次 H出现了五次 那选择到 我当前A这个硬币 它的一个概率是有多大 概率是等于0.45 用概率乘上它的一个值 就等于我的一个期望吧 所以说呢 我用0.45再乘上一个5 等于一个2.2 这个就是我对硬币A来说 它得出来H的一个期望 是等于2.2的 写成这样一个2.2H 那对于T来说呢 对于T来说一样吧 咱们T有几次啊 T有五个嘛 乘上选择A的一个概率 还是0.45吧 然后呢 5乘上0.45 等于还是我的一个2.2吧 这就是我当前的一个结果 那对于这个硬币B来说呢 因为B怎么算啊 它就是0.55 然后乘上5 等于一个 它等于H的一个期望 那0.55还是乘上5什么 咱们还是有5次吧 还是有5次T的吧 再乘上5 它就等于2.8的一个T 这是对于我当前啊 第一次一个 就是当前对于我 第一次的一个估计啊 它的一个结果 然后呢 咱们再来看 这是啊 算的第一个样本 那咱们现在有多少样本啊 我不光有一个样本吧 我有这样N个样本 那对于每一个样本来说啊 根据我样本观测到的一个结果 我是不是都可以通 根据我之前那种算的一个流程 这个流程 就不给大家啊 一个一个再算了 还是啊 根据我样本观测出来的结果 去反推一下 我这个PA和这个PB 分别等于多少吧 比如说第二样本啊 有9个一次 一个T 那我可能算完之后 PA是等于0.8的 它PB啊 就是PZ等于A的概率是0.8 PZ等于B的一个概率 它是0.2的吧 那对于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还是可以进行一个计算它的期望吧 然后呢 我们来看它的期望 分别的有什么 对于硬币A来说 然后呢 选择硬币A的概率是0.8 然后呢 一共有9个H 所以说0.8乘上9 它等于7.2吧 有一个T 所以说0.8乘上1 等于0.8的一个T吧 对于硬币A来说 我们这么算 对于硬币B来说 我们还是去这么算 对于我所有样本来说 我们来看 这是一条样本 两条样本 每条样本都算完了 每条样本都算完之后 我求什么 我求它的一个总和嘛 对于所有样本来说 我看了一下 它这个等于H的一个期望 是约等于21.3 21.3怎么来的 给它们求这样一个累加核 就是对于我所有样本 然后每一个样本 都观测到了一个结果嘛 把它样本啊 它的一个结果 都累加在一起 我算出来了 它的一个 等于H的一个期望 它是等于21.3 等于6的一个 等于一个T的期望 它是等于8.6的 那现在啊 对于硬币A来说 我就它里边不是 有一个参数的分布吗 就是它一个正面 朝上的一个概率是多大 然后呢 我通过于我的 一个样本的一个 样本的一个估计 我算出来了啊 它等于一个 H的它的一个期望 21.3 等于T的期望啊 8.6 然后呢 我就来算一下吧 根据我当前的一个期望 我要反算我的一个M-type M-type做什么 M-type就要算 要根据于你当前的 观测到的值 你要更新了 要更新什么 要更新于你初始设置了 这个初始的一个分布 也就是说 A硬币和B硬币 它初始情况下啊 咱们不是设置了一个 正面朝上的概率吗 那现在根据我观测的结果 根据我的期望值 要反过来再更新啊 我的一个初始化的一个分布 咱们来看 我的一个C-A 它正面朝上的一个概率 等于多大 就等于我的一个期望吧 就等于我的一个 21.3 这个期望值 在比上 我的一个两种可能性 它总的一个期望的一个核吧 那算出来了 约等于一个0.71 然后呢 我对于这个B来说啊 它的一个几率多大啊 我们来看 对于这个B硬币来说 最终我也能算出来 等于H的 它是一个11.7的一个期望 等于T的 它是一个8.4的一个期望 那它取H的一个 就是它 就是它在它分布参数当中啊 就是取H的一个概率 等于多大呢 还是等于11.7 再比上我的一个11.7 加上一个8.4吧 就是要根据于我的一个期望 反过头来再更新 我的一个处理化的一个参数分布 那经过啊 咱们这样以一次的一个分布 来看 我的一个C的A 和我的一个C的B 发生变化了吧 原来啊 我是用0.6和0.5 进行一个计算的 那接下来这两个值变了啊 咱们用0.71 和我的一个0.58 再进行一个计算 怎么计算呢 还是要通过 再算一下我的一个E-type 再算一下我的一个M-type 在E-type当中啊 这一块我们来看 我在求解的时候啊 它就是不是0.6和0.4了吧 而是0.71和0.29 这是0.71的五次方 这是0.29的五次方吧 咱们在这个E-type的时候啊 去求解的时候 我的一个PA和我的一个PB 这两个值也会发生一个变化吧 那它们再发生了变化 我的一个期望 又发生了一个变化 那反过头来 我的一个E-type做完之后 再做我的M-type 还是要不断的更新 我的一个Z的A 还有我的一个Z的B吧 这个啊 说白了 就是我们E-M算法 它做了一件什么事 先指定 我的一个参数的一个分布 然后呢 E-type去估算 我的一个Z A等于各种因变量 它的一个概率值 有了它的概率值之后 我求出来啊 等于每一种情况下 我们看Z等于A和Z等于B 两种情况下吧 求出于每种情况下啊 它各自的一个参数 比如说 对于咱们现在Z的任务来说 就是H的一个期望 和T的一个期望啊 分别求出来 然后呢 再反过头来啊 根据我的一个期望 再推它的一个 初始的一个参数啊 应该怎么样进行更新 那不断的进行下去啊 我们做 比如说做到了第十步 做到了第十个step之后啊 可能就是接近于一个收敛状态了 接近于一个收敛状态了 比如说我得到了呀 最终这个参数 是不会发生太大的一个浮动了 比如这次0.8003啊 下次0.8002啊 就是发生一个很少范围的浮动 我们认为 它是接近于一个收敛状态了 那最终呢 我得到了一个C的A 它是约等于0.28 C的B约等于0.52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说 通过我的EM算法 我已经估算出来了啊 我最终的一个参数的结果是等于什么啊 这个就是给大家举了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例子 然后去算了一下 我们这个EM算法啊 从头到尾啊 它是做了一件什么事 有一个e-type 还有这样一个m-type 这个就是我EM算法该怎么样 对于一个实际的问题啊 两种不同的分布 在有引变量条件下 怎么样求解啊 各自的一个 各自的一个分布啊 它的一个参数应该是等于什么到 好 就像这一样的